最近天气热热热,最好是吃西瓜,烧下暑 那就对了,本地有机西瓜节开罗 要顾住介绍三款由外地引入的西瓜品种 不过今年天气较热,日夜温差又小 西瓜可能没那么甜,谭希霖说一下 这款黄浴西瓜虾物,去年才在日本引入 味道比较清甜 黄皮红浴的代安娜,属于台湾品种 超甜黑美人168来自澳洲,瓜如其名是三款里面最甜 糖度有12度 不过如护柱说,今年天气热,西瓜可能没那么甜 如果你日头是那么热,晚上又晒,晒不了热,晒不了温的时候 那糖度自然会低,因为其实要日夜温差大,才会够甜 种西瓜一般七十几天就有收成 三种品种里面,哈密的生长期最久 比另外两只多5至7天 渔户处说,刻意引入比较小的西瓜品种 最合香港小家庭 一个大约2至3磅,售价大约100至150元 这三款西瓜陆续可以在港九新界的农须买到 市民如果担心疫情,在家里透过手机程式都订到 有线电视记者,谭希霖报道 一手掌握,有线新闻